資訊的整合UI 然後有建議台灣因為 318區後各個社運團體跟議題一直向雨後順很冒出 所以希望能透過這個整合UI來讓大家 就是去 follow 進度這樣 然後這個UI的最基本的小單位都是一個園 它基本上都是園構成的 然後這個園就帶有單一個事件資訊或報導 那這個園會依照就是時間天數然後不斷的增長 它就是會慢慢像這樣在年齡一樣然後慢慢的擴張 然後每一天都是一個園圈圍一個單位 然後這一天裡面有發生什麼事件這樣 那這個UI怎麼操作呢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收合或是展開 然後去檢閱你想要的時間的維度 就是比如說你想檢閱幾號到幾號 然後這個圖書秀出來 那上面這些事件都可以收合或展開這樣 那當你們點下一個事件然後去檢閱它的內容的時候 那這一個UI相關同一個議題的事件也會像 也會表現顏色 比如說假設我現在點了這個事件 然後它是服貿相關的 那所有服貿相關的事件就會 以紅色的顏色來表出來這樣 然後右邊就可以看到這裡面的內容 那我們這些標籤都是可以是一個媒體對象 或者是一個人或者是一個事件等等 那這些標籤我們都可以去自定義顏色 也就是說使用者可以自己去篩選出自己想要的資訊 這樣 那這個UI可以去搜尋你想要搜尋的對象 比如說你搜尋蔡花園它相關的事件 然後這個UI就會出現它從三一拜來開始 然後有對什麼事件 事情發生 就是有什麼報導都會秀出來這樣 那這個UI可以去做議題分類 然後透過這個議題分類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到 這個議題有多少的人事物指涉在其中 那當我們開啟它的樹狀連結的時候 可以去追蹤這個事件跟議題它的活躍程度 跟發展的程度 然後追著時間添數這樣 那我們需要網路工程師設計師等等等 那我們很需要很多人一起來加入這個UI 然後一起做這樣 對然後有任何問題或者是 我們有一個官方網站 然後最新消息都會PO在上面 那或者是可以透過Gmail找我們 那我們在GmailHackpad 那謝謝大家